哈囉大家好 我是樂樂小姐Melody 今天我們的嘉賓又是我們的小米姐姐 我們這次不錄影 我們要來直接入住民宿 那我們今天會前往 花蓮石批亭附近的一個民宿 來過很Chill的三天兩夜 那如果說大家想知道我們這一集有什麼行程 要有多Chill有多Chill的話 那就歡迎繼續看下去喔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兩個人的IG 那我們就趕快去耍Chill吧 那我們第一個又來到我們的 宜蘭馬賽鍋貼 這是我們第二次來吃了對不對 為什麼會想吃它 我覺得它現接拿然後料很多 而且皮也是我喜歡吃的 原來如此 真的是小米姐姐喜歡的喔 如果大家有來宜蘭 不要錯過我們的馬賽鍋貼 我們現在來到新城 來到新城呢 就是要來喝檸檬汁 那它的店叫做嘉欣冰果店 它除了賣檸檬汁之外 其實它也是有很多小吃可以在這邊吃 檸檬汁到底是純檸檬嗎 是純檸檬嗎 應該是吧 如果我們沒有要內用的話 其實直接拿檸檬汁就可以結帳 不用像沒一樣排隊 我們現在收入十二年 來到花田 小米姐姐推薦我們可以來吃 雞湯小捲米粉 我覺得蠻酷的 它是雞湯多酷的吧 因為我之前沒聽過 我想說小捲米粉就是海鮮的米粉味 但是它又有那種雞湯去牢 就會覺得它應該是有雞湯 也有海鮮的米味 就不收到去你的腳吧 發生什麼事 那我來試看看吧 我們現在來到住宿的地方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一路從宜蘭開到 我們花蓮石梯坪附近 有一間叫做沙漠風情的民宿 它這裡的時代我真的是超喜歡的 我現在就來開箱 給大家開箱我們今天住的房間吧 我進來了 我們一進來就是我們的 衛浴設備 太陽是有乾濕分離的 然後它的地板就是有很可愛的 馬賽克磚 然後它也是有提供洗髮乳跟沐浴乳的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們的房間裡面 哇嗚 是我們的雙人床 我跟小米姐姐今天睡覺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沙發區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吃東西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它這個外面 它有一個陽台耶 天啊 這坐在這邊也太秀了吧 那我們的房間就是在裡面 然後我們也可以住外面看風景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一直走過去 聽說就是石梯坪海岸線 我們明天可以去看看 嗯 明天早上可以去看看 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其實昨天我們北北基椅 發了路上颱風警報 然後我們今天颱風警報解除之後 我們還是依然 照著我們的計畫 來到花蓮這邊 其實我們本來是昨天晚上就要 去看熱氣球 但是因為全面取消了 我們就等於說 今天很chill的慢慢的出發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房間 美容可愛的新人長 我們明天 我們再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掛 在這次的街上 每個都是在這世界上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款的 estão在一起 我的心得很像 我的心得很空 與愛不教 當我和你 誓得我能活永遠 今天才能做好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是第二天一大早 小米姐姐早安 那這間民宿的早餐很特別 它是要自己來的 一般的民宿不都幫我們準備好早餐嗎 但是這間民宿 no 它是直接給你食材 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 這裡就是一個小廚房 那它就是有幫我們把食材 準備在冰箱裡面 那我們就是自己要來料理這個食材 它這個水煮蛋都幫我們漏好了 還有麵包 它的麵包超大 這個都是老闆娘他們自己烤的耶 大家有沒有覺得切麵包很厲害 因為我們家以前是開麵包店的 切好了 那現在把它拿去烤一烤 老闆老闆娘都幫我們準備好一份一份的 這個只要擺盤就可以了 真美 吃早餐了 我覺得自己DIY早餐也別有一般風味 真的好符合這個民宿給我們放空耍 耍chill的情境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吃早餐吧 難得只有在露營之外才是我準備早餐 它有沒有 有在這裡在這裡 難得就是給一些什麼都已經 都幫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就只要去熱一熱就好了 而且它的早餐準備的超級可愛 這麵包還是老闆娘她自己親自做的喔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動吧 來享受我們的營養早餐 我們現在要去冒險了 後面這邊就是我們的房間 它有一條路可以通到海邊 聽說很漂亮 所以現在呢 我們下著毛毛的雨 要準備出發囉 你看它 它真的是非常勇往直前耶 我剛才在想說笑語要去嗎 她說走啊為什麼不去 要有冒險精神 你真的是很有冒險的精神 我們剛剛走完了民宿後面的路 就其實它是 它會接到大馬路 然後過個馬路就可以去單面山 你看我們的小咪姐姐 真的是蠻勇的耶它 幹嘛互拍 是妳跟我互拍 哇它這邊這個背景看起來很像 我可以走到這邊 可以 不知道來到哪裡的感覺 對啊 這就是大自然的偉大 很酷耶 我現在腳有點抖 好可怕喔 小北到家裡 我現在腳真的有點抖耶 因為我們現在爬到 我們現在爬到單面山的三角點 然後至高點 喔好可怕 然後你看我們的這個下面 有螃蟹有螃蟹 我們 我看不到啦 我們現在這下面就是這種很像斷崖式的 一摔下去我就會死翹翹的那一種 然後另外一邊後面我們剛剛民宿就在這裡 欸太可怕了啦 我現在完全動彈不得啦 在這邊要漂亮有點難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颱風的外圍環流 海風本來就很大了 然後我們又在外圍環流 然後現在還下這裡 對它有點下一點點毛毛雨 然後風超大的 我們想要很漂亮很難耶 然後早上我們頭髮弄半天 結果才第一個行程就全毀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離我們的民宿非常的近 你只要走一點點很像在山裡面的路 就可以過來了 還蠻推薦大家來這邊真的是超美的 那現在已經開始下午嗎 趕快車退了 走吧 我們現在開車開了一個小時左右 來到三仙台附近一間新的咖啡店 叫做Monday Coffee 那這個呢 這趟行程就是陪小米姐姐還有她爸爸來喝咖啡 那我就在旁邊茶花 來品嘗一下這個新咖啡 好 她的重的冰咖啡超好喝 酸酸甜甜的 我們現在在回程的路上經過長冰 然後它這邊有一條金剛大道 真的是邊完全沒有行程 就是開一開突然看到我們金剛大道 我們就開進來了 我們如果是在池上的布蘭大道 它看到的就是田野 但是我們來到金剛大道 它除了有田野之外可以看 它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海岸線 超漂亮的 大家一定要來這邊打卡喔 到底是誰的Vogue 我就是要在你的Vogue裡面唱 對啊 這裡超美的 我們剛剛去完金剛大道之後 我們剛剛去完金剛大道之後 又來到它三角下的產品家 有一間叫做新家小廚 他們點了一個野菜 一個薑麻雞 還有一個鬼頭刀魚 那我們現在就是我們的晚餐 開動吧 我們在沙漠風情準備要退房了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停留在這邊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觀光客不是在花裡 要不然就直接下到台東去 反而我們的中際站 十梯坪這邊總是經過而很少去停留 而且這間民宿很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它希望我們可以遠離成宵 所以說它的房間裡面是沒有任何電視的 但好險它有WiFi 還是有WiFi 而且民宿裡面它有很多公共空間 有在地的藝術家以及很多的書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遠離成宵 靜下心來看看書 我真的覺得超級大腿 很有人文也很有風景的一間民宿 大家記得要來 我們現在又來到了單面山 昨天其實已經有來過一次了 可是因為昨天的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說拍照超級難看的 大家可以看這一系列的照片 真是難看到我快要暈倒了 所以今天趁著天很藍還很藍 我們再來拍一次 它超會爬的 像個猴子一樣 這樣就爬上去了 這邊啊 下面這邊 很高耶 你其實 它高可是它比較有你可以爬的啊 我們小柳姐姐花了將近要一分鐘 它居然敢這樣子啊 它下面就是望站深淵 它居然敢直接這樣子也太厲害了 大家如果要來這邊啊 千萬不要大中午來 因為現在頂光就是太陽直接在我們正上 所以你們看我們在大太陽下面拍照 臉全部都是黑漆漆的 所以完全就是拍個意境照 我們現在回到花蓮市的黃昏市場 那因為今天真的太熱太熱了 所以說小柳姐姐也就找了這間阿中涼麵 它真的超紮實的大碗 看起來就很好吃 然後來到這個市場 也必吃 叫做阿南鮮豬肉 我之前想要來吃一直都沒開 今天也算是我第一次吃到 這個也是網友推薦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好吃 它這是現烤的 你單吃的話就是比較鹹 那它也會給你檸檬醬 淋上去的話就是酸酸鹹鹹的 我們剛剛在那個黃昏市場 吃完鹹豬肉還有涼麵之後 小米姐姐指定說我一定要來吃菜季豆花 那它這邊的招牌就是小米姐姐點的一人牛奶 還有點的仙草奶豆 它這就是豆花的冰沛上仙草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很秋的花冬三天兩日唷 完全沒有任何的行程 有計畫要去看熱氣球圈 因為颱風倒亂 所以說我們也沒去程 完全沒有安排行程 然後這三天兩夜就是 突然看到什麼 或是突然想吃什麼 我們就直接開車前往 那如果說大家喜歡我們這一些影片的話 就歡迎留言鼓勵我喔 那在頻道結束之前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跟小米姐姐的IG喔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幫你分享 很愛 欸 你在幹什麼了 因為是它要帶哪些感覺 喔 怎麼可能 否則應該不像是它轉的 我現在不喜歡 那邊有這個 它還有帶那個 對啊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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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八彩应该是八彩 八彩好 八彩好 这么乐 一会儿他要不带他去 他不带他去 他不带他去 他不带他去